在雪鱼高原的神秘地区 西藏流传着一项古老 而令人毛骨悚然的占卜术 人骨占卜 作为西藏文化中的一种神秘仪式 带有浓厚的宗教和文化色彩 它不仅仅是一个占卜工具的使用 更是连接人类与超自然力量 亡灵世界之间的一座桥梁 在西藏的传统观念中 人骨具有极其神圣的意义 这些骨头通常来自修行者僧侣 或其他被视为具有神圣力量的人物 由于他们的修行和虔诚 这些人的骨头被认为蕴含着特殊的力量 可以与神灵沟通预见未来 使用人骨占卜 意味着占卜师正在触碰一种 极度神圣且禁忌的力量 这种力量既能揭示真相 也可能带来危险 这种仪式需要严格的规矩和准备 以确保在使用人骨时 不会触怒神灵或亡灵 从而引发灾难 在人骨占卜中 每一块骨头都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 例如 某些骨头可能象征力量 智慧或牺牲 而其他骨头 则可能象征命运的转折点 隐秘的危险 或即将到来的好运 占卜师通过解读这些象征 来预测未来或回答特定问题 这种解读既是经验的积累 也是与神灵或亡灵沟通的结果 这种占卜术不仅是宗教信仰的延续 更是藏族文化中神秘力量的象征 与常见的占卜方式不同 西藏的人骨占卜 以侍者的骨骸为媒介 通过深奥的仪式 揭示尘世中的未知 与命运的玄机 这个显为人知的传统 让人感到既敬畏又恐惧 人骨占卜 不仅仅是一种 预言未来的手段 更是与灵界沟通的桥梁 对于西藏的僧侣和巫师来说 这种占卜 不仅是一种记忆 更是一次次穿越生死界线的灵魂旅程 每一块骨头 都承载着侍者的记忆与力量 被赋予了神秘的象征意义 西藏的这种人骨占卜 不仅是一种宗教实践 更是藏族文化认同的一部分 它反映了藏族人对生死轮回的理解 以及他们与自然祖先和神灵之间的独特关系 尽管这种占卜方式 在现代社会中逐渐被边缘化 但它仍然是藏族文化遗产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精神传统 然而外界对于人骨占卜知之甚少 那些古老的寺庙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人骨法器是如何制作的 这些法器又如何在仪式中发挥作用 为什么这一切能够持续千百年 成为藏族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要理解西藏人骨占卜的起源 必须追溯到西藏宗教的历史根源 在西藏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紧密交织 而其中最具影响力 宗教传统无疑是藏传佛教 然而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 这片土地上已经存在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信仰体系 就是本教 本教是西藏本土的宗教 它融合了萨满教的元素 主张崇拜自然神灵和祖先的灵魂 并且强调与灵界的交流与沟通 而西藏人骨占卜的传统 正是从这种古老的本教信仰中发展而来 在本教的人骨占卜仪式中 巫师和祭司会通过各种方式与神灵沟通 来寻求神灵的指引和启示 之后随着藏传佛教在西藏的传播与发展 本教的许多元素也都被藏传佛教吸收融合 成为了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的一部分 而人骨占卜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一种 具有宗教和占卜功能的仪式 在进行人骨占卜时 所使用的骨头通常来自于人类的遗骸 特别是那些具有特殊身份或宗教地位的人 相传这些骨骸在经过复杂的仪式和咒语的加持后 被认为具有神秘的力量 能够与神灵和祖先的灵魂进行沟通 这种占卜术不仅用于预知未来 还可以用于驱除邪恶 治疗疾病 以及在宗教仪式中用来祈求平安和庇护 而关于人骨占卜时 所用的这种人骨法器 它的制作过程更是极为复杂和神秘 涉及多种公义和宗教仪式 制作人骨占卜的法器 第一步就是采集合适的骨骸 这些骨骸通常来自于宗教意义上的人物 比如高僧 圣者 或具有特殊灵力的人 并且选择骨骸时 还会考虑其身份 年龄 死亡方式等因素 因为这些都被认为会影响法器的力量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也可能使用死于非命或自然灾害的人的骨骸 因为这种方式驱适的人 它的灵魂被认为具有特殊的能量 骨骸采集后 先要进行净化处理 这一步骤包括清洗 去除腐肉和杂质 然后会将骨骸置于阳光下暴晒 或通过火焰进行净化 以驱除残留的邪恶气息 这一过程 还可能伴随着咒语的送念 以确保骨骸在接下来的制作过程中 不受邪灵干扰 之后经过净化的骨骸 会被交由经验丰富的工匠进行雕刻 工匠会根据骨骸的形状和大小 将其雕刻成各种宗教图案和符号 如佛像 护法 神像 咒文等 这些雕刻不仅是艺术的表现 更是赋予骨骸神圣力量的象征 在雕刻过程中 工匠会遵循严格的仪式规程 并在特定的时间进行工作 以确保法器的制作符合宗教的要求 除了雕刻 工匠还会在骨骸上进行装饰 这些装饰通常包括镶嵌宝石 包裹金银等贵金属或是缠绕丝线和布料 这些装饰不仅增加了法器的美感 还赋予其更强的宗教意义 例如 宝石通常代表智慧和力量 而金银则象征纯洁于神圣 在将骨骸雕刻和装饰完成后 骨骸法器还需要经过宗教仪式的加持 这是赋予法器神圣力量的关键步骤 通常由高僧或巫师主持这一仪式 通过诵念经文 焚香献供等方式 将法器奉献给神灵和祖先的灵魂 在加持仪式中 法器被认为 从普通的物质 转变为具有神秘力量的宗教器物 能够与灵界沟通 而这种加持仪式 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具体时间是法器的重要性和用途而定 加持后的法器 被视为具有超自然的力量 能够驱除邪恶 预测未来 治疗疾病等 在骨骸法器完成后 就可以进行人骨占卜了 而在人骨占卜中 骨骸法器不仅仅是工具 更是沟通灵界的媒介 占卜者通过法器来解读 神灵或祖先灵魂的指示 以指导世俗生活中的决策 而人骨占卜的常见用途 就包括预知未来 占卜者通过抛制或摆放人骨法器 来解读他们在地面上的形态和位置 这些形态被认为是神灵的启示 占卜者根据这些启示 做出对未来的预测 法器的每一个细微位置角度 甚至表面的符号 都可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需要占卜者具备丰富的宗教知识 和占卜经验 其次就是 可以驱除邪灵 在西藏邪灵和恶鬼 被认为是导致疾病灾难和不幸的根源 人骨法器被广泛用于驱除这些邪恶力量 在仪式中 占卜者会使用人骨法器 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动作和咒语 以将邪灵驱逐出受害者的身体或家庭 经过加持的法器 被认为具有镇压邪灵的力量 能够保护人们 免受邪恶的侵害 还有就是在宗教仪式中 人骨法器有着重要地位 在人骨占卜中 法器不仅用于实际的占卜操作 还在各种宗教仪式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些仪式包括祭祀 祈祷和献供等 在这些场合 法器被用来吸引神灵的注意 并通过法器的神圣力量 来实现仪式的目的 参与仪式的僧侣和信徒 相信通过这些法器 他们能够与神灵保持联系 从而获得庇护和指引 在人骨占卜的实践中 可以看到西藏社会结构的影子 法器的制作和使用 通常由宗教领袖 巫师或有特定地位的人士掌控 这反映了西藏社会中 宗教和社会等级的紧密联系 占卜者在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他们的预言和指示 往往对社区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西藏人骨占卜 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在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冲击下 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 逐渐受到冲击 人骨占卜这种古老的占卜方式 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正在发生变化 而且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 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质疑这种占卜方式的 真实性和有效性 此外 现代医学的发展 也使得许多传统的治疗方法 逐渐被取代 人骨占卜 在治病救人的作用受到削弱 现代社会中 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人骨占卜 这种带有神秘色彩和宗教意味的 占卜方式 逐渐被边缘化 年轻一代的藏族人 对这种传统方式的接受度 逐渐降低 他们更倾向于科学 理性的方法 这种社会观念的转变 可能导致人骨占卜 这种古老的占卜方式 逐渐失传 西藏人骨占卜 是西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中的一部分 它承载了藏族人对生死命运 和灵魂的独特理解 尽管在现代社会中 它面临着诸多挑战和质疑 但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 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宗教意义 通过对人骨占卜的研究和理解 我们不仅能够更深入的了解西藏文化 还能够从中感受到 人类在面对未知世界时 所表现出的敬畏与追寻 无论未来如何变化 这种远远流长的传统 都会在藏族人的精神世界中 留下深刻的印记